第二名到底是哪間銀行嗎 也只能夠看第二名 來也沒有其他的 就三四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就要解小囉 好不好 3 2 1 出來了 國泰世華 國泰世華居然是第六名 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他到底得到了幾票 國泰世華第二名他的得票數是82票 也就是說他的得票率是21% 每100個人裡面有21個人說他是最喜歡的銀行 這算是非常高的得票率 對這個呢是還蠻猛的 國泰世華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因為他兩年前他把這個中信信用卡一個給踢下來之後呢 他其實真的是越來越好 包括就是去年大家最喜歡就是所謂COCOCOMBO卡 這個也是我去年很喜歡拿來繳費的信用卡 但是他在7月14號以後 他就是系統可以查詢說哪些是繳費 他就把它拿掉了 所以你就不能夠拿這個5%這個所謂的繳費的普通 非常可惜 看一下大家的意見 對這個COCO 但是通路沒有就是COCO這麼多 再來COCOiCacheCOMBO太好用了 COCO的數位帳戶也免費的跨體轉50次還不錯 但是推銷電話也蠻多的 所以有人有收過就是國泰世華的那個 就是推銷電話嗎 我自己好像沒有特別收過 因為我是貴賓戶嘛 開玩笑的 好三四就是玉山跟中心 OK 哎呀小智子里內說我猜錯了 我以為第三名才是國泰世華 啊國泰世華有這麼多人支持 我真的覺得還蠻意外 就是代表說大家也是很喜歡他 不然怎麼會有82個人去投國泰世華 一個人只有一票啊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國泰世華不錯 希望就是有機會給你過來 世華多做最高希望卡 COCO卡在前半年根本就是神卡 後面雖然砍掉繳費5% 但是依然非常的好用 對就是在他沒有任何的門檻 今年有5000塊的門檻 沒有任何門檻 網路購物刷卡指定通路就是直接給5% 真的很佛心很不錯 對外國網路交易網站沒有5% 這個真的扣5分 對因為他其實是有限定通路的 所以這比較麻煩一點 大小天王卡好用 COCO跨轉50也很棒 但後來不是沒有 不然就是設定許多門檻 但因為之前錄了許多羊毛 所以前半段很滿意 後半段就還好 所以他就是給了6分 其實我這個滿分是0 滿分是100分 0到100 但是有些人就是只給6分 我就覺得說是怎樣 他以為就是1到10分 然後給6分 那我就給他乘10倍就是來到60分 不錯 回歸還不錯 如果尤其亞洲萬里通聯名卡搭配活動的時候 像今年春季好像亞洲萬里通聯名卡 也是有一波所謂的刷卡活動 如果你是累積亞洲萬里通的朋友 其實國泰世華的亞洲萬里通聯名卡 也是不錯的 因為他的年費 他年費只要1800 我覺得比較少 那像國泰世華 台新的國泰海空聯名卡 他年費是要2500 這個他的太箱卡部分 然後像太箱卡 就比較貴 我個人就覺得說 2800跟 1800跟2500比起來的話 那你就選擇1800就好了 這是比較簡單 而且他有四大指定通路 比如說電影院啊 然後還有是加油站 都是有就是 禮堂加倍的部分 就是不錯 國泰 那個豐曉說國泰有推過貸款 但是不會常常來電 不至於打擾 哦 還不錯 推過貸款 亞裔 比以前 現在更新過國泰APD 一個CocoAPD 可以即使得是各種卡 也就是紅利點數 例如好住聯名卡 入帳之後 就可以馬上吃到現在的點數 這個功能也不錯 我好像也有看到 對